受到梅雨封面接近影响 天气不稳定 12、13号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午后容易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的发生 预计影响到下周一 周二17号开始 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提醒民众出门做好防疫 期待雨具 留意温差变化 气象局指出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水汽偏多 尤其梅雨滞留封面接近影响的期间 12、13日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豪雨等急降雨的机会 13号晚上14号15号这两天 封面整个就移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的时候 就开始下了比较多的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花莲就没雨季来说的话 花莲应该降雨是比较缓和平缓一点 不像说在西部或是东南部 或是东北部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 大概的雨量大概是会有 但是不至于会有一些什么 致灾性的短原始强降雨 然后到16号的时候 大概花莲还是一样 大概落在比较有雨的一个情形 那17号18号的时候 封面离开了 然后水气渐渐减少 花莲的雨就比较小了 然后温度也会上升 所以我们看到一周的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温度大概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 尤其是到16号开始 温度还会下降 因为那时候东北风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16号温度会下降更明显 然后低温会到19度 然后高温大概也在21度 所以在16号的那一天 大概是这一周天气 比较寒冷 寒凉一点的天气 周六到下周一 封面影响 云量偏多 东北季风也随着封面南下而增强 各地气温都会明显下滑 最低温来到19度 一直要到周二 东北季风才会减弱 气温才会逐渐回升 提醒民众这周出门 依然要做好防疫 攜带语句 留意文差变化 接着讲帮夜华临时报导